太逗了 你这开着门 然后我问你跟那啥 然后我跟郝哥说 我跟你开门跟琴的聊天 然后郝哥说 他说小龙哥不看吗 我说怕什么呀 怕把你进来呀 我说都啥进去了 还有文文 就是当我的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 我还是希望 因为是姑娘嘛 还是希望能够就是 多赚点钱 然后能能让他舒服 对 在我们不知道他喜欢什么的时候 但是他特别喜欢跳舞 很好 对 他可能是喜欢街舞那种 是 但是他属于是乱跳舞 敢跳 其实我是一个很知足的一个人 就是能够有条件去让他去试 他到底喜欢什么 对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对 因为我们为什么留在北京生活 我其实就是因为北京有很多的可能性 而且我觉得留在北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很多好的演出 然后你可以去带孩子去看戏什么什么的 你就让他多一些见识 接触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 就真的是为了孩子 现在很多国风的衣服 它就是为了很方便 其实服装到什么朝代 不都是为了什么时期 都是为了歌体吗 然后它有个美食 有个美观吗 那它达到这两个年后 往前退二十年 去邻国 人家结婚 然后穿什么的 能够受到传奇的 我们反而不会 对 现在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的富装比他们还好看 他们只是在我们哪个朝代传过期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比如唐朝传过期 文朝传过期的韩国 日本都是一个朝代传过期 它只有这个朝代的服饰 他们传承下来 对 而我们会有汉代的曲句 然后也有唐代的这种原点 就是随着 其实这几年国家强大 突然一下 大家就是喜欢自己的文化 你就往后等我们的孩子 等我们的孩子 他们一定在有派对 在聚会生日 一定不允计的 我受的时候就是 对 啥呀 要我们去找个地方 把这个三年饭回去 啊我先充干点 不是我看 我不啥情况 你要你想吃东西 我给你我饿个韩语 咱不去啊 去哪儿去吃 饿啊 有点零食流行 那咱去吃一会儿吧 反正也没啥事 过了我知道我 走呗 我得先回 不是 这年轻不得倒进来吗 好 好 足处 好 好